現在要做一杯咖啡 請量大哥 哎呀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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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人梁赫群 林莎李懿主持美食節目 來到由台灣市智症協會 創辦的新型咖啡廳 品嘗由市智症患者親手沖泡的美味咖啡 哎呀 這怎麼好意思 這名咖啡師叫做正邦 不只現在沖泡咖啡功力了得 同時他也是一名甜點烘焙師 還能開班授課 讓藝人們都相當讚嘆 好多喔 欸 很多欸 全部都是巧克力欸 而且都是他手工製作的 四年前因為中風導致失智 當年才52歲的他一度非常沮喪 所幸太太陪在身邊 加上來到咖啡廳工作 才重新找回成就感 我其實剛剛真的滿感動是因為 我們一開始跟民主長在聊的時候 就是喝了咖啡 可是我剛剛是親手看到正邦在泡這杯咖啡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阿嬤在過世前幾年 其實也經歷過帕金森的失智症 我根本也不知道什麼是年輕型的失智症 其實今天來了之後我覺得 滿鼓勵如果看到我們這影片的朋友 其實你可以來這邊了解一下說 搞不好你家人或是你身邊有朋友 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就可以去怎麼樣去面對它 防止大家 對於失智症更加了解 藝人們也希望透過自身影響力 PO砖引玉 讓更多的人一起做公益 貢獻愛心 TVBS新聞黃建國與Patreon特別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